前東地市集團總裁陳友豪 涉及多起掏控案 潛逃大陸債留台灣 還欠稅4億5千萬 行政執行署今天上午第四度 拍賣他在內湖的24筆土地 底價大約是7千多萬元 但最後還是流標 由台北國稅局承受土地 收為國有 那今日無人投標印買 請問在場合再承認或以受機關要生理承受呢 有 那個財政部台北國稅局 13號上午行政執行署 是零分署 第四度將陳友豪 在台北市內湖區的24筆土地 進行拍賣 結果還是流標 最後由台北國稅局承受 等待國稅局繳納相關稅款後 這些土地就成了國有地 本分署在104年6月接手之後 那重新進行另外一個輪次的拍賣 那進行到今天 是特別變賣後的減價拍賣程序 那因為無人印買 由台北國稅局依法承受 前東地市集團總裁陳友豪 涉及多起掏空案 又捲入背信侵佔妨礙名譽等官司 在2003年潛逃大陸 債留台灣700多億元 其中還包含了三個年度的綜合所得稅 4億5000萬還未絞清 是啊 這個是很划算 因為我們可以收回一部分的債權 然後又可以取得拍賣的土地 這對國家來講的話是很划算的 如果沒有這樣做的話 讓以後歲天債權如果到期的話 也會被註銷掉 那土地也沒有取得 這24比上千坪的土地 都是不相連的土地 指價總計7474萬元 市林分署在先前進行了三次拍賣 這次又再度流標 土地有國稅局收歸國有 不但可以收回一部分債權 也能收回一部分土地 有點TV網紅順理 問號台北報導